李显龙总理表示 多边体制在反全球化的影响下被削弱 他认为各国必须在多边框架下合作 才能解决跨境问题 而一带一路倡议 在加强区域和多边合作方面 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来看本台特派北京记者 聂国威发回的报道 李显龙总理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高级别会议上指出 国家无论大小 必须依靠一套稳定的国际秩序 才能有效合作 和平解决问题 并在新领域共同寻求合作机会 目前全球面对各种挑战 比如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以及传染性疾病 如果要克服这些挑战 各国就必须在多边框架下合作 总理表示 一带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贸易和连接性 它的规模 多元性和潜能巨大 对全球和中国具建设性发展 我国通过四个平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分别是基础设施 金融服务 第三方市场合作 以及专业和法律服务 总理指出 我国是开放型经济体 又是国际中心 所以是最早支持一带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总理认为 一带路倡议已推行了将近六年 现在是时候检讨 以探讨未来的发展和方向 新传媒新闻记者 聂国威 北京报道